Hello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是2024年10月25日 欢迎收看第十二期东南亚财经 东盟中的两个国家近期出现了高层人事变动 普拉伯沃接替佐克维多多成为印尼的新任总统 越南国会则选举梁强担任国家主席 在本周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上 没有批准新成员国的加入 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 均成为金砖组织的合作伙伴国 新加坡出台新规打击网络钓鱼诈骗 中国金融业高管呼吁中资企业 有序拓展东南亚市场 否则有可能因为自家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而陷入麻烦 10月18日 中国驻缅甸曼德勒领事馆遭到轻微袭击 中国外交部敦促缅甸尽快抓捕肇事者 与此同时 缅甸民萌武装宣布控制了该国的稀土采矿中心 中国稀土出口或许会受到影响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从2025年至2029年 越南和菲律宾将领跑东盟经济 泰国的经济状况则有可能在未来五年间 始终保持疲软 此外 在本期节目中 凯文还会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苏哈托的女婿普拉伯沃 以及热带风暴谈美对菲律宾的影响 还有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对2025年经济的展望 好 接下来请大家点赞和订阅我们一起打开本期的东南亚财经 第一 梁强当选国家主席越南重回四大支柱格局 据越南媒体综合报道 10月21日 越南国会选举陆军大将 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为新任国家主席 苏林于今年5月被任命为国家主席 随后在越共前总书记卵副政府去世后 于8月接任总书记 梁强的当选结束了在最近两个月中 苏林身兼两大要职的局面 越南政坛也重新回到四大支柱的时代 这四位大佬从左至右 以此为国家主席梁强 总理范明正 总书记苏林和国会主席陈清明 据路透社报道 多名越南外交官表示 苏林愿意放弃国家主席一职 这表明了党内的权力分享与妥协 BBC越南频道前编辑卵青江 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 由于国家主席职位的动荡 越共破例让梁强上任以稳定局势 根据党章规定 梁强在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时间 还未满一个完整任期 不符合担任国家主席的要求 阮青江说 越南政坛回到四大支柱格局 但苏林仍无疑是第一支柱 这一点在宣誓仪式上就显而易见 梁强在就职演说中感谢了党 还特别提及感谢苏林总书记的信任 这意味着他或许不能与苏林平起平坐 法国国防学院战略研究所 研究主任雷德格表示 拥有军队背景的梁强上任国家主席 意味着越南的安全机构变得越来越强大 其首要任务是巩固越共的权力和社会稳定 越南下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要到2026年 届时越共将召开十四大 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 第二 印尼总统普拉伯沃是谁 据印尼媒体综合报道 10月20日 印尼新任总统普拉伯沃苏比安托正式宣誓就职 接替佐科维多多 21日新一届内阁宣誓就职 普拉伯沃在对议员的演讲中承诺要根除腐败 并力争实现粮食和能源的自给自足 本届超级内阁共设48个部 是印尼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政府部长超过百人 曾任世界银行董事总经理的斯里·穆尔雅尼 答应继续担任财政部长 并主要负责新政府免费学生餐的旗舰政策 路透社18日刊文介绍了普拉伯沃 他出身于精英政治家庭 其父亲是印尼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 曾是苏加诺和苏哈托两任总统的内阁成员 1983年普拉伯沃与苏哈托的女儿结婚 在1998年苏哈托政权被推翻后 他曾一度流亡约旦 普拉伯沃的政治生涯可谓一波三折 他曾是三星中将 1998年被军队开除 但前总理佐科曾授予他四星上将的荣誉军衔 在最近的十年间 他连续三次参与大选 在第一次败给佐科后 他曾声称选举中存在大规模舞弊 在第二次败给佐科后 普拉伯沃最初表示不接受选举结果 但后来加入了佐科的内阁 在今年的大选中 他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但佐科的大儿子吉布兰出任副总统 以及多位前部长的留任 都显示出普拉伯沃政府与前任政府 在政策上的一定延续性 第三 泰国成为金砖合作伙伴国 印尼启动加入程序 据《民族报》24日报道 泰国外交部本周三表示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 泰国已被列为13个新伙伴国之一 有消息人士之前透露 在本次的金砖国家峰会上 将宣布暂停接纳新成员 原本计划复会的总理贝东丹 因此取消了行程 由外交部长马里斯代表其参会 金砖组织通过自媒体平台表示 他们已吸纳了13个国家作为合作伙伴 但还不是正式成员 这些国家包括东盟中的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和越南 其他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 白俄罗斯 玻利维亚 古巴 哈萨克斯坦 尼日利亚 土耳其 乌干达和乌斯贝克斯坦 泰国自2017年起被邀请参加金砖国家框架 但当时的巴域政府并未申请加入该组织 2024年6月 泰国正式递交申请 表示有意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国 外交部称 此次峰会为泰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以重申加强与金砖国家关系的承诺 另一方面 泰国今年也正式申请加入经合组织 外界对该国几乎同时申请两个国际组织 持怀疑态度 另据曼谷邮报消息 印尼新任外交部长苏杰诺24日表示 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的程序已经启动 该国将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第四 新加坡出台新规打击网络钓鱼诈骗 据海峡时报报道 为了加强银行对欺诈行为的监控 大幅减少客户资金被盗的情况 新加坡金管局10月24日发布了 针对网络钓鱼诈骗的最终共同责任框架 简称SRF 其中要求银行必须阻止或保留 设计金额超过25000美元的可疑交易24小时 该框架规定 如果金融机构和电信公司未能履行职责 他们将分担向受害者赔偿损失 剩效时间为今年的12月16日 今年1至6月 新加坡诈骗受害者损失超过3.8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主要原因是电子商务求职和网站钓鱼欺诈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到今年年底 诈骗损失可能会超过7.7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赔偿框架不包括因投资或爱情骗局而产生的付款 或者是因为黑客攻击 身份盗窃或下载恶意软件而产生的欺诈交易 SRF的范围仅限于在数字平台上进行的网络钓鱼欺诈 例如通过链接访问虚假网站 诱骗受害者输入其账户详细信息等 而在作案过程中 被冒充的组织必须位于新加坡 或已经合法向新加坡居民提供服务 举个例子来说 骗子假装来自邮政或DHL等合法实体 发送电子邮件或短信声称账户存在问题 诱骗受害者点击虚假网站的链接输入账户信息 此外 骗子还有可能会假装来自金融机构 提供高利率定期存款或免费的手机赠品 诱骗受害者点击虚假网站并输入账户信息 第五 中国银行高管呼吁有序拓展东南亚市场 据曼谷邮报援引南华早报消息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林景真18日表示 东南亚是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热门地区之一 但中资在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业务拓展 已经给当地企业带来很大压力 东道国可能会因此采取反制措施 他还呼吁进入东南亚市场的中国企业 应避免向市场推出同质化的产品和服务 以免引发恶性竞争 严重影响中子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 他建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 可以汇同行业协会 对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进行统筹规划 避免形成寡头垄断、同质竞争和资源过度浪费 今年1-7月 中国向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15% 东南亚凭借较低的关税、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 优惠的税收政策、文化相似以及地理接近等优势 成为中国海外企业扩张的首选 也成为中国产业迁移的主要目的地 银河证券董事长王胜说 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对欧洲和美国的投资 但中国企业过度竞争的心态一直是当地社区不满的根源 第六、中国驻缅甸领事馆遇袭 据法新社消息 缅甸军政府19日表示 18日下午5点左右 中国驻曼德勒领事馆内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缅甸媒体伊洛瓦底江报称 有人向该建筑投掷了一枚手榴弹 据路透社报道 10月21日 中国外交部谴责针对曼德勒领事馆的袭击 并敦促缅甸当局尽一切努力逮捕肇事者 随着缅甸内部冲突的加剧 中国一直在向民盟武装施压 要求他们停止与政府军的战斗 同时与军政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做法引起了缅甸民众的怀疑 认为中国暗中支持军政府 从而导致社交媒体上反华情绪的日益高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中方最近已经提醒所有在缅甸的中国公民 企业和团体 注意关注安全形势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第七 武装组织称已控制缅甸稀土采矿中心 据路透社23日报道 缅甸民盟武装组织近日声称 已经控制了一个采矿中心 该中心是中国稀土氧化物的主要供应地 这可能会扰乱清洁能源和其他技术 所使用金属元素的运输 缅甸稀土矿开采主要集中在 克勤邦的潘瓦镇和齐普维镇周围 与中国云南临近 克勤独立军发言人纳乌部 22日告诉路透社 该组织于10月19日占领了潘瓦镇 另据缅甸媒体报道 克勤军之前已经占领了普齐维镇 纳乌部称 他们的重点是管理潘瓦镇 目前还没有针对稀土 或其他经济问题的计划 据经济商奥德公司表示 缅甸去年向中国供应了 约5万吨稀土氧化物 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稀土氧化物出口国 反政府军控制这些矿场后 可能会扰乱中国的稀土金矿出口 该公司分析师马修表示 由于冲突加剧 中国上月暂停了从缅甸进口稀土 并暂停向缅甸出口 用于提取稀土的硫酸胺 第八 热带风暴谈美重创菲律宾 据联合早报消息 热带风暴谈美近日袭击了菲律宾 暴雨在吕宋岛和绵兰老岛等地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并导致大面积停电 16万人被紧急疏散 超过200万人受灾 至少26人遇难 吕宋岛二败省救灾处处长说 24小时的降雨量 已经相当于平日两个月的雨量 热带风暴已导致该地14人死亡 24日凌晨 滩美登陆东北伊沙贝拉省 引发的灾害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 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表示 这场风暴袭击了菲律宾至少12个地区 有256条道路和40座桥梁无法通行 至少9个地区尚未恢复供电 航空公司也取消了超过70趟航班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20日上午表示 风暴持续以每小时高达95公里的风速 袭击当地 并给个别的地区带来超过200毫米的降雨 另据Zoom Earth微星图像显示 台美在接近越南时有可能180度大转弯 折返影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第九 RMF预测 东盟经济越飞领跑泰国垫底 据泰国民族报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日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 文中称 抗通胀的斗争几乎已经胜利 全球通胀率将从去年的6.7%降至今年的5.8% 到2025年有望降至4.3% RMF估计 富裕国家的通胀率下降速度会更快 从去年的4.6%降至今年的2.6% 2025年将降至2% 根据最新的预测 美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2.8% 中国增长4.8% 印度增长7% 在东南亚地区 泰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2.8% 2025年增速将达到3% 但展望2029年GDP增速依然为2.9% 越南经济今年将增长6% 明年进一步提速至6.8% 菲律宾紧随其后 预计2024年和202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5.8%和6.1% RMF预计 越南和菲律宾的经济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到2029年GDP增速在6%到6.3%之间 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 预计2024年将稳步增长5.0% 2025年将增长5.1% 到2029年依然维持在5.1% 马来西亚经济在2024年出现强劲反弹 增长预测为4.8% 大幅高于去年的3.6% 尽管2025年的增长预测可能会略微放缓至4.4% 但长期的韧性将使大马经济增速保持在4.0%左右 第十 越南将核能纳入国家电力规划 曼谷邮报援引路透社21日报道 越南工业和贸易部本周一表示 该国将修改国家电力发展规划 将核能和氢能选项纳入其中 阮红田部长在核内举行的会议上向国会表示 国家电力计划将增加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包括太阳能和风能 路透社9月份看到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 越南正考虑恢复核电发展计划 以确保能源安全并支持经济增长 文件称 为了确保能源安全 越南将发电目标定为年增长12%至15% 从而支持该国年均7%的经济增长 有关官员表示 越南已与韩国 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多个国家 讨论了小型模块化和反应堆的建设问题 根据越南去年5月批准的电力发展规划显示 该国的目标是将装机总容量 从去年年底的8万兆瓦 提升到2030年的15万兆瓦以上 第十一 马来西亚明年将扩大税收 据路透社18日报道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近日宣布了 2025年创纪录的4211令吉的预算支出 约合980亿美元 他还表示 大马将从明年开始征收一系列薪税 削减广泛使用的燃料补贴 并提高最低公司 政府有望将赤字占GDP的比例 从2024年预计的4.3% 缩小至明年的3.8% 自2022年上任以来 安华一直试图削减巨额补贴法案 并改善税收 以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依赖 中期目标是将财政赤字减至GDP的3%以下 今年政府已经取消了对柴油 电力 肌肉等商品的综合补贴 明年年中有可能进一步取消汽油补贴 在收入方面 政府从明年5月起逐步扩大销售和服务税 安华还表示 政府提议对10万令吉以上的股息收入 征税2% 并从明年开始实施全球最低税 到2026年将对钢铁和能源行业征收碳税 与此同时 政府针对900万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援助 将从2024年的100亿令吉增加到2025年的130亿 政府还将对首次购房者 教育和健康保险费等 实施更广泛的减税措施 还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到明年的2月份 大马最低工资将从每月1500令吉增至每月1700令吉 第十二 柬埔寨支持泰国主导的六国一地签证计划 本月21日 柬埔寨旅游部和泰国外交部在金边举行会议 讨论了跨境无缝旅游的相关问题 据曼谷邮报22日报道 有消息人士表示 柬埔寨已经同意研究泰国政府倡议的六国单一签证 六国一地政策旨在促进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之间的旅游和经济合作 特别是在跨国旅行期间 游客仅需一个签证就可以倡游六国 鉴于泰国前总理他信与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长期深厚的友谊 两国之间的合作似乎进展得非常顺畅 但最终目标是将这一倡议推广至其他四国 此外泰监双方还提出了一个区域留日例 将泰国、老挝、柬埔寨新年和中国新年等重要节日联系起来 同时为游客提供酒店折扣和更快捷的入境渠道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也感谢大家点赞订阅以及加入频道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